今天是2024年9月28日星期六 三年前的今天,周深的新歌《何观同春》正式发布了 这首歌曲是周深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衍生的主题曲 这也是周深在深圳南商音乐节之后 一二四与大师谭顿合作 而下个月的10月19日将会迎来 周深与谭顿的第三次合作 也就是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开幕歌曲《声音合流》 好歌曲值得推荐 说到歌曲,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 由央视新闻发起 前雷作曲周深献上的歌曲《心童此愿》及MV正式上下了 随后话题央视新闻 国庆定制MV《心童此愿》 周深,国庆暖心献上《祝福祖国》等也都在网上引发热议 除了红歌,周深还有一首新歌发布 就在刚刚2024 KPL年度总局赛主题曲《歌手线索》公布 KPL就是大家熟悉的王者荣耀职业联赛 而发布的歌曲线索也再明显不过了 老朋友,国民实力唱将,青年艺术家,人间百灵鸟 这些标签那就是周深无疑了 主题曲将会在10月2日零点正式上下,尽请期待 既然提到了10月2日,小编也顺带说一句 这一天周深还会出席佛山银河左岸音乐节 同样值得期待 接下来就不得不提明天,也就是9月29日了 这一天是周深的生日,也是周深第二张个人专辑 反申代词正式上下的日子 为了庆祝周深生日,深圳,成都,贵阳,武汉,省阳,重庆,北京等内地多座城市 多个室内室外大屏将会开启应援活动 小伙伴们也可以去打卡纪念一下 当然,我们也一起期待今年的周深生日直播吧 你想好点什么歌了吗? 欢迎留言评论,同时欢迎订阅我们,每日都有金融兴 aí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